马总统现在也紧张了 他要拼选战 也再度展现过人的体力 昨天晚上 夜宿高雄大学的学生宿舍 结果今天一大早六点不到 他就现身在高雄袁帅府 扶轮拜妙 那么九点钟 立刻飞回台北 跟侨胞拨干净 几乎每时间睡觉的马总统 体力负担真的很大 结果他至此的时候 再度出现口误 把印尼海啸说成了金融海啸 然后跟学生坐谈 又不知道 哇 原来学生正在准备起中考 马总统南北奔波 又引发了在野党炮轰 在做秀 楼鼓深州 马总统清晨六点不到 就现身高雄袁帅府 扶轮起架 沿途武汉信众大招呼 前一刻还在高雄 九点人就回到台北 看侨胞活感情 整晚几乎没睡的拥脚骂 似乎累了 在2004年年底的时候 印尼发生金融海啸 那台北市政府派了一个意料团 把印尼海啸说成了金融海啸 马总统再度小狗物 拼选战行程多道报 前一晚还首度夜宿 学生宿舍和学生座谈 只是行程赶赶赶 抵达学校不仅迟到 时间也是深夜11点 学生正在准备期中考 马总统却不值 让各位表达歉意 玩到了差不多要半个小时 因为在南投耽误了 尤其听到 各位明天是骑中考 真的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主持人提示下 马总统赶紧道歉 虽说有的学生不在意 但幕僚行前没做功课 再度遭到在野党批评 整夜几乎没合眼 马总统体力均到最高点 只是付出的体力 能不能转换成选举效益 似乎还有待时间考验 三立讯闻黄宝同学 台北报道 另外马总统一向自豪的政绩 说两岸签署 之后台湾的石斑鱼 销中国就增加了 但这两个月来 大陆订单锐减 屏东方辽的石斑鱼 出现滞销危机 现在每天的出货量 只有以往的十分之一而已